大家好我是阿耀 我們今天畫的是第五集 那第五集其實是在之前直播的時候已經畫完了 那只是因為直播上去的畫質 比我想像中差蠻多的都糊糊的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從頭再做一次囉 那在直播的時候呢 是把初階限稿進階一次畫完 然後這個範例我們就不分了 就一樣把它全都做出來 那我們的主角是兔子 這裡我稍稍做不太一樣喔 就跟直播的時候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近色 我先從珠街基本版處理喔 然後再到進階版 我覺得兔子眼睛比較適合畫圓圈圈版本 而不是橢圓形版本 那當然這個看個人喜好 是橢圈圈圈版本 我的筆畫面版 然後腮紅 一般性稿版本來說 這個腮紅就會比較尷尬喔 但是我覺得 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黑白灰 就很像在畫素描一樣 讓它有個調子的不同 然後屁股增稍微便宜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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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喜歡我頭的比例阿 看起來多多少少 都會比我們的 身體稍微再大一點點 有點 反差喔 讓身體稍微大一點點 不是傳統那種 真的要畫到二頭身 嗯 線稿在處理的時候 會有兩種方式喔 一種是有把 物件合併的 一種是沒有的 那這邊在畫的時候呢 一開始我不會把物件合併起來 然後後面我再去做合併 那一開始我們畫Q版 最簡單的就是搭字型 好 沒有合併的版本呢 角色就是很像被切割開來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合併一下 這是我們線稿 線稿合併 然後不是 然後上色的話 另外再處理一次 好這個就算 線稿版本 邊框的線條加出喔 它的空間感覺會好一些 OK 群組起來更便 這是線稿喔 線稿完整喔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版的 我們上色部分 然後 這裡啊 因為我們兔子一般都會講小白兔喔 小白兔 有個問題就是背景還是白色會看不到 所以呢 為了避免這個問題發生 我們就加個灰色背景吧 這樣子 這樣我在改顏色的時候才不會有一種KK的感覺 好過去看好 然後這兩個一樣先合併起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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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粉紅色的 然後身體跟手這邊一樣就是在合併起來 然後身體跟手這邊一樣就是在合併起來 接著筆劃不填色 欸還沒有完了還沒有完了 然後兔子的鼻子啊 是這個 稍微讓它有一點點紅色的感覺 欸這樣這樣 然後眼睛喔 暗紅色的 這樣子 這樣子 對它配色 然後因為兔子全身都是白的時候啊 會有問題 你就看不到它的 切割點在哪裡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 我們還是加個音音給它喔 然後這個扁扁的就可以了 不用太明顯 然後如果尾巴 尾巴 尾巴 尾巴的話 一樣喔 顏色稍微深一點點就可以了 有顏色就可以了 按使用的 好 進入起來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 一般課的 範例大概就會到這個地方 然後小細節如果想要修的話 可以這樣修一下 好再來 那進階版的話呢 進階版我們要稍稍不一樣 除了 除了加一個蘿蔔之外 我們要讓它的動態也是稍稍不同的 那這個因為它已經合併了 但是我們先要用它的顏色 所以我們改一下 改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因為我要讓它側身喔 所以讓它的 連 然後還有兔子的耳朵都往旁邊 抄下去 那你用了顏色 就直接沿用了 節省繪製的時間 好 那 身體的部分很重要 就是 要讓它有側身的感覺 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去調腳的高低 它在水平線上的話 它就立正站它 所以那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很簡單 讓它的腳一直在上面一點點 一直在下方一點點 這裡你如果不會判斷的話 你就去來一條線 這樣子 帶有斜線的效果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營造出這個角色是往側邊的了 首先去旁邊喔 這樣子 好 再來 然後這個角度 尾巴就是非常合理的 可以出現明顯一點點 尾巴 然後這隻腳啊 它可以放在身體後面 然後稍微調升一點點 這樣子 這樣也會有前後腳的效果 然後其實可以的話 應該是讓它兩個顏色是一樣的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我們畫一下蘿蔔 然後暗示一下蘿蔔 上面的紋路 這個技術是剪裁折車廟 這個就沒有特別要講解 因為是基本的東西 然後上面的青菜就是綠色的 然後這個蘿蔔好像可以再紅一點 然後這個蘿蔔好像可以再紅一點 來 被咬一口的地方啊 盡量要有一個 這樣 多一點點Kick out 這樣效果會更好 好 紅蘿蔔把它群組起來 然後手就可以調回來了 然後手就可以調回來了 这个就是进阶版道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脖子 再拿回来用一下 这就是进阶版道 好那兔子这样就 第五坦克的兔子就算完成了 那就谢谢收看